观众朋友们好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八月十九日 这里是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 现在我们继续为您带来有关中国以及世界的最新消息 如果喜欢节目请记得为节目点赞 并且选择订阅华尔街电视频道接受通知 这样就可以在节目发布第一时间获得提醒了 今天首先为您带来的是跟美国政治有关的几条消息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周三表示 他不会接受访华邀请 因为这认为是公关噱头 他在华盛顿办公室接受纽约邮报采访时说 我没有理由去那里参加中共导游的这样的旅行活动 中国政府的发言人在上个月邀请蓬佩奥去新疆看看 说那里到底有没有穆斯林维吾尔少数民族的集中营一看即知 但是蓬佩奥反驳说 那是一个公关噱头不是真正的邀请 他谴责了集中营 说这句话有两个部分 前半部分是假的 这是一个谎言 因此我想邀请的后半部分也不值得议题 我会等到我们有了一个真正的真诚的提议和承诺 我们将真正有能力看到我们想要看到的东西 并且以我们想要的方式来看到 他说要达到这一步需要做很多的工作 到了那个时候我们才可以实际上进行实地访问 而还要为您关注到的是有关于纳瓦罗的一条消息 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在周三在白宫大发雷霆 引起了媒体的很多关注 他声称现在民主党和中国共产党在二零二十年的总统大选中已经沆瀣仪器 目的是为了击败川普总统 他说民主党和中共已经进入了共同的事业 就是为了击败川普总统 他们的整个战略是基于将中共制造的全球流行病 归咎于我们这个政府 他抨击民主党人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期间 将冠状病毒大流行的责任归咎于川普 但是没有责备中国 现在病毒大流行已经导致超过十七点二万美国人死亡 而随后的经济衰退迫使大概五千六百万美国人失业 川普总统最近对中国采取了强硬的自带 从关闭休斯顿的中国总领事馆 到威胁要禁止热门的中国背景的应用TikTok 而纳瓦罗说如果民主党人拜登在十一月赢得总统职位 那么就会把美国拱手交给中共 美国人民应该感到恐惧 他说如果拜登当了总统 这就是我们所得的事情 而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川普总统今天的最新表态 现年七十一岁的黎智英是八月十日 在港版国安法下被拘的诸多人之一 苹果办公大楼也遭遇了两百名警察搜索 仅四十个小时之后 黎智英返回办公楼 当时他鼓励苹果坚持下去 而在今天的白宫记者会上 川普总统被问到了有关于黎智英被捕的事宜 他说我向他问好 他是一个绅士 一个勇敢的人 之后又说 连同黎智英的事和香港近期的事情 我决定把香港商业繁荣的因素全部收回来 之前我们给予香港巨大的补贴 给予他们激励措施 让他们成功 为了自由 但现在显然自由已经被拿走了 所以我们将这部分曾经给香港的补贴和激励拿回到美国 但是我为黎智英感到难过 他是一个很好的人 显然是一个勇敢的人 下面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来自香港明报的一篇报道 文章说身兼政治局委员的中央外事办公室主任杨洁篪 其实昨天飞抵了新加坡来展开两日的短暂访问 之后在周四将飞往韩国釜山 而周五将与韩国的国家安保室市长进行会晤 同时因外长王毅的邀请 印尼的外长在昨天已经飞抵了北京 将对中国展开三日的官方访问 这标志着经过半年多的封锁 中国已经重新开启了与外国的互访模式 而杨洁篪的出访被认为是为国家主席习近平年内访韩来做准备 自从疫情之后 中国高官的最后一次外访就是二月二十八日和二十九日 当时杨洁篪到了日本 而当时钻石公主号的案件在日本横滨开始爆发 杨洁篪那次访问的唯一成果就是确定要拖延习近平原来在四月的访问日本的行程 而中国接待的最后一名外国访客 则是三月十六日至十七日到访中国的巴基斯坦总统 从来以后中国官方的对外交往就仅仅是视频会议或者是写信和电话 杨洁篪在六月飞去夏威夷与蓬佩奥进行了短暂会晤 被认为是救火式的紧急面谈 不是官方的访问行程 而这次杨洁篪去新加坡还有韩国被外界视为是中方在与美国决力时争取周边国家的动作 他的釜山之行已事先有过预告 是为了习近平年内去韩国做铺垫 但是习近平访问韩国如果事成 将会意味着与韩国部署萨德反导弹系统而引发的争端可以说是告一段落了 现在杨洁篪去新加坡从官方角度来看是应政府邀请 算是正式访问 能不能会见李显龙比较值得观察 今年正好是中国和新加坡建交三十周年 习近平是否会再度去新加坡也被外界认为是关注的焦点 而印尼外长访问北京则属于官方的访问 也是中国加强周边外交缓和南海局势的一部分 在北京除了与王毅会谈 中方应该有再高一级的官员接见 而这个角色按照惯例是由王岐山来担当的 香港明报文章说 自从五月出席两会后 王岐山已经两个多月没有露面了 他既无党职在政治局会议也没有一席之地 又没有适应他的礼仪性外交 因此隐身时间比较长 超过其他高层也算是不出人意外 在中国的高层职位中 国家副主席的职位一直是外界误会最多的 香港明报文章回忆到 在文革前到改革开放恢复之初 无论是朱德还是董碧武王震 一直都是给元老的一个贤职 间接有的时候是对外来冲险统战之功 比如说宋庆龄和荣毅人 但是最后证实其实他们都是中共党员 到一九九八年开始 胡锦涛曾庆红习近平三个人先后接任 这才让这个职务的重要性有所增加 但那是因为胡锦涛曾庆红和习近平都是以政治局长期的 委员的身份兼任 才让职位显得重要 因此外界误会了后来的李源潮 还有今天的王岐山 现在的国家副主席已经重回到了一九九八年之前的功能 而王岐山现任职的主要作用就是打破七上八下的年龄界限 而最后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来自日经亚洲评论的一篇文章 习近平在北戴河真的开了夏季聚会吗 日经文章分析认为现在迷雾重重还真是说不清楚 文章分析说最高领导层长期不在国家媒体上露面 这似乎表明有什么事情正在发生 但是现在大家却不能掉以轻心 因为以往的一些暗示性的信号今年都没有出现 有人说北戴河会议已经完全进入了隐身模式 近年来在习近平的授意下 党委组织部部长在八月初会见北戴河度假各领域专家 并且对他们进行送养已经是惯例 世界各地的中国观察者都在等待着相关报道出现在国家媒体上 成为北戴河会议即将开始的终生 但是今年终生从来没有响起 另外的迹象也非常反常 在八月初下一代政治局常委未来可能接替习近平的候选人竞争中 有报道表示他们却出现在了非北戴河的显眼位置 而不是像以往那样参加北戴河会议 比如胡春华 他是一位比习近平年轻十岁现在五十七岁的政治局委员 被认为是很有希望的下一代领导人 但是在八月三日他以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身份 出现在了西南部的西藏地区进行考察 而这样一个地区与印度接壤是两国关系恶化中的热点地区 习近平和胡春华在政治上关系并不密切 原因是胡春华属于胡锦涛曾经领导的共青团 这样的一个组织是习近平权力基础的竞争对手 而这位最高领导人曾经批评共青团贵族化 太注重娱乐 而与此同时五十九岁的重庆市委书记陈敏尔 还有六十一岁的上海市委书记李强 在八月初也在忙其他的事情 陈敏尔和李强是习近平在浙江担任高官时的下属 也被认为是很有希望的下一代领导人 属于构成习近平政治大本营核心的浙江派系 在八月七日李强出现在上海街头视察 看人们如何在户外吃早餐 而在那个时间前后 李强还会见了在上海访问的美国驻华大使 与布兰斯塔德会面并且举行会谈的是新上任的上海市市长 上海的第二号官员 据说布兰斯塔德带来了美国总统川普的耳线 有人认为这是双边关系恶化的反应 分析认为在局势高度紧张的情况下 中国并不打算与敌对方向来进行接触 分享北戴河隐形会议的相关信息 这几位未来之星在八月的上半月都在北戴河开会 据说正在进行的时候在做自己的事情 因此这就显得有一些蹊跷了 在八月上半月没有媒体报道除了栗战书之外 其他六名政治局常委的情况 在八月十七日终于有人报道了其中两人的消息 就是李克强和王沪宁 而根据媒体报道 习近平本人在周二下午对遭受洪灾的安徽进行了视察 时隔多日之后终于公开亮相 可以说现在并不是中国所有领导人集体离开岗位 挤在北戴河的时候 与美国的关系正好处在历史的低谷 供应链面临中断 香港国家安全法烧毁了与大部分西方国家的桥梁 更不用说台湾海峡还有南中国海潜在的危机正在酝酿 如果共产党要坚持投射其团结氛围的传统 至少是对外界这样说 那么江泽民还有胡锦涛这样已经退休的前国家领导人 就不得不暂时支持和鼓励习近平 尽管他们可能已经积累了很多抱怨 但无论如何习近平一直在忙着为未来的道路做准备 除了中国面临的挑战之外 习近平还有很多头疼之处 现在没有办法按照他喜欢的自上而下的方式来进行管理 正如人们所遇到的那样 习近平此前的方法在今年夏天并没有适用 习近平的长期野心在他本人和其他政治派系之间制造了摩擦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党内的元老与现任的领导人要保持距离 因此日经文章分析 北戴河已经成了隐身会议 以病毒为借口抛弃了之前的规范 什么都看不出来 甚至有猜测会议可能是在北京召开的 而高层领导八月长期缺席的原因 很有可能是有太多太重要的议题需要讨论了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的主要内容 希望你喜欢并继续关注华尔街电视的其他节目